这支木兰地马勒卡台风接连来袭 造成屏东县电力严重受损 台电人员当时抢修电力的画面 所有人员不眠不休积极抢修供电 让在现场关心抢修进度的民众 也不禁大赞台电人员的辛劳及用心 经历过严峻的风灾抢修考验 台电屏东营业处长陈明树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忍不住要给予辛苦同仁的用心表现 大大肯定 其实我们的同仁都很可爱的 他们大概几乎都是派他们出去 某一个村落去给他付电 他们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定做到有电才会回来 他们不会是说今天加班到晚上11点 我们经常的指令都希望他11点以前收工回来 但是我们同仁也常常给我做到两三点 他一定是这个地方完全有电 他才会休息 或者转到别的地方 所以工程人员在现场的施作 我们真的要给他很大的掌声 不过经历过这几次的台风蹂躏 地方也传出为了避免电感挥损 造成电力修复困难 建议将横圈半岛电缆地下化 对此台电回应有专业考量 我们有很多经验 你地下化有时候碰到土石流 碰到淹水 地下化的抢修更麻烦 停电火更久 所以地下化要看地点的 而且地下化花的经费相当高 大概我们架空投资的8到10倍左右 台电的投资其实都是全民的钱 所以我们会去把关 说哪里该地下化 它有它的安全性 有它的必要性 还有经济价值 我们都会去做专业的评量 在预算可行的方式逐步来检讨 一烟水地区不建议地下化 陈明树强调到目前为止 台电地下化在全世界比例算高 相较于日韩的5%6% 光是屏东就有20%的地下化 全台湾则有36% 台电是公营单位 要优先考量安全以及修护问题 若台电任意支出将造成电价提升 影响民众荷包 因此对于支出也要严格管控 台电强调 电缆地下化 会考量在人口密集的区域逐步进行 能做多少尽量做 而对于未来的电力抢修 将会检讨出更有效率的抢修方式 评论新闻 蔡理华卫德卫采访报道 在侯宣智原音的评论去 佩佩素